嗨,朋友们,我们的列车穿过了烽火山隧道后,我们继续前往日阿池曲站。 日阿池曲站海拔4584米,于2006年7月1日启用。 日阿池曲又明然池曲,亦称曲马牛,亦为浑浊的红河,发源于日阿池山,河源海拔5080米。 日阿池曲的上游,称厄荣曲,为季节河或称间歇河,每年7至10月游水流。 日阿池曲,流长约40公里,会入燃池曲。 南流右转东后,接纳桑恰荡龙曲。 过沼泽区后,在漫木太挫,从左岸注入通天河。 旅客列车穿过一片雪地之后,不远处就是日阿池曲站了。 过了日阿池曲站后,下一站是陀陀河站。 陀陀河又称陀陀河,乌兰木轮河,蒙宇亦为红河。 位于青海省西南部,是长江园的西园。 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,格拉丹东西南侧,江根敌辱雪山的冰川。 早在上书中,人们就在讨论长江之园。 明朝的著名旅行家徐霞克,认为金沙江是长江之园,并驻江园考一书论述。 到了清朝,人们已认识到通天河,但依然无法确定长江正园。 中国曾在1956年和1977年,两次考察长江源头地区。 在2010年的考察中,终于确定当区是万里长江的正园,而陀陀河是长江的西园。 长江源特大桥,全长1389.6米,横跨陀陀河两岸。 长江上源的水系,主要是由北原楚马尔河、西原陀陀河、南原当区河水系组成。 没多久,旅客列车就来到了陀陀河站。 不远处就是唐古拉山镇了。 唐古拉山镇,距格尔木市区,约425公里。 地处青藏高原附地,三江原自然保护区内。 全镇平均海拔在4700米以上。 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,地广人稀的纯木叶镇。 也是青藏公路上的重要驿站。 下一站是通天河站,海拔4598米。 通天河是长江上游中的一段。 在陀陀河大桥的下游60公里地区。 陀陀河与当区会合后,称为通天河。 通天河是西游记中,唐僧师徒取经所经过的一条大河。 唐僧御祖通天河,夜宿陈家村。 巧遇灵感大王祭祀。 悟空八戒与其斗法,就得同男同女。 后的老园相助,才渡过通天河。 不久之后,就是通天河站,海拔4598米。 沿途上,我们看到了通天河。 河流与列车轨道平行流动。 通天河附近,也是黄河,蓝沧江的源头所在地,被称为三江源。 通天河上段的河谷开阔,水流散漫,而两岸是相对平缓的山丘。 不久之后,就是燕石平站,海拔4721米。 燕石平站位于燕石平镇。 这个镇,位于青海省境内,但是,却归属于西藏自治区安多县管辖。 因为上世纪,安多遭遇特大雪灾。 许多牧民转场到唐古拉山脉以北的青海,并留在了青海。 于是,就有了西藏到青海设立乡镇机构,管理西藏牧民的现象。 燕石平镇,也因为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从这经过。 为该镇的发展,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。 从而成为了一座喧闹的藏北小镇。 但是,这里海拔4721米,年平均气温零下4摄氏度。 氧气含量,仅是内地氧气含量的50%左右。 一年到头,只有冬季,和大约在冬季两个季节。 下一站就是燕石平站,海拔4750米。 在燕石平镇的右方,200公里左右,就是著名的格拉丹东风。 格拉丹东风,海拔6621米,是唐古拉山脉的主风。 格拉丹东雪山群,周围有20余座,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。 南北长达50公里,东西宽约30公里。 这里的高峰区,发育着100多条冰川。 唐古拉山脉,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北部,与青海省边境处。 东断为西藏与青海的界山。 东南部延伸,接横断山脉的云岭和怒山。 唐古拉山脉,藏语意为高原上的山,又称当拉山。 再蒙语重意为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。 唐古拉山是在5000米高原之上凸起的山脉。 这片地区的雪线,高度大约是在5300米左右。 所以,就算在夏季,也可以看到半山腰上的积雪。 下一站是不强隔站,海拔4823米。 该站为青藏铁路的无人驻守车站。 相传当年文成公主来到唐古拉山时,被漫天大雪所阻,无法前行。 公主将乘坐金轿上的莲花座留下。 阵风驱雪,才得以安然过山。 唐古拉山脉在终生代时,因为枪塘地块向北,与欧亚板块碰撞而褶皱隆起,并逐渐露出海面。 以后,这一地域,受新生代几次造山作用的影响,继续上升而形成如今的山体。 在地质学上,唐古拉山是青藏高原薄皮构造的一部分。 是由其南边的班公厕、怒江断层带和北边的蓝沧江断层带加制的产物。 下一站是唐古拉站,海拔5068米。 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车站。 唐古拉山还是长江和怒江的分水岭。 与喀拉昆仑山脉相连。 其西段为藏北内陆水系与外流水系的分水岭。 而东段则是印度洋和太平洋水系的分水岭。 怒江、蓝沧江和长江都发源于唐古拉山南北两路。 唐古拉山地段是青藏铁路全线气候最恶劣,地质条件最差,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。 冬春季节时,气温很低,寒风凛冽。 7、8月份天气稍微转暖时,雨水丰富。 飘过一片云彩来,不是雨雪,就是冰雹。 下一站是扎家藏部站,海拔4886米。 扎家藏部,全长409公里,是西藏最长的内流河。 旅客列车 翻过了著名的唐古拉山后,就来到了藏北第一县,安多县。 在50年前,安多是进出藏的必经之地。 而一说到安多,就意味着要翻越唐古拉山。 这里常年风雪交加,天气寒冷,气候恶劣,含养量极低。 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很难闯过这一关,并倒在这里。 在1954年,青藏公路没有建成之前,那时生活在安多部落的牧民。 没有几个走出过这座大山,走出过藏北草原。 因为唐古拉山,就像一个天然屏障,想翻越它,难如登天。 如今,安多现在经济、社会、事业上伴随着西藏交通的发展。 从青藏公路通车初期时的一个小小驿站,发展成为了天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 而从安多经过的游客越来越多,特别是很多自驾游的客人,途经安多都要停留下来。 观赏著名的唐古拉,长江圆格拉丹东,怒江圆挫纳湖和藏北草原风光。 不久之后,就是安多站,海拔4702米。 青藏铁路的铺轨工程,从安多站所在位置开始。 该站是该线的主要施工厂,同时向唐古拉山和拉萨两个方向运行。 下一站是错纳湖站,海拔4594米,面积约300平方公里。 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,也是当地一座圣湖。 每到藏历龙年,成千上万的信徒,就会四面八方,来错纳湖朝拜。 错纳湖水,就像镶嵌在高原上的深绿色镜子。 青藏铁路,经过错纳湖东岸时,最近处,距湖岸只有几十米。 夏季的错纳湖,湖内绿水清衣,鱼儿跳跃。 在一望无际的草原和蓝天的衬托下,错纳湖显得分外美丽。 是安多及青藏铁路沿线最著名的景点之一。 这里湖中水产丰富,吸引了黑井鹤、天鹅、野鸭、鸳鸯等多种重点野生保护动物气息。 绿草如荫的湖边草地,则是藏羚羊和藏园林气息的家园。 谢谢收看和支持。 下一集我们继续前往拉萨。